大家常常都說深圳只有購物 沒什麼工作 其實還有這裡 大分遊畫村 很有藝術文化氣息 大家還可以過來畫畫 弄圖匙 也是很便宜 看看前面有一群小朋友 就地畫畫 超棒 畫得很漂亮 比我畫得更漂亮 為什麼那個畫畫都這麼厲害 去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很多遊畫 這些全部賣畫 9000元 港口 原來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過 還有拿過獎 一看到這個 就知道是上海了 4000多元 這幅很漂亮 看到好像真的有光在上面反光出來 虛橙海絲 哇 龍媽媽 這裡是周圍都是賣畫的 最後都是體驗遊畫 好夢幻的感覺 這麼巧看到 竟然是港澳青年大婚遊畫體驗人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在這裡畫畫 有人教的 這裡還可以給你畫袋 還有畫鞋 還有畫鞋 畫烏克力 還有畫鞋 畫烏克力 總可以做一些 是頭子嗎 不是 最便宜的八十分 畫一張畫 你看看 在街上有寫廢春 好有書本品 又有一家 這個很便宜 十港元 哇 夜室室照片 看整條街都有不同的體驗 而且是便宜 有的體驗陶藝 五十幾元 在香港還這些的話 要幾百元 這裡最便宜十九元 超棒 這裡還有一個大婚美術館 不可以帶食物和食物進去 可能沒有藝術天分 所以很多畫都不太看得懂 去二樓這個地方 用來打卡都不錯 這幅畫是前海石 去過前海的人 應該都知道在哪 平安那座夜 彭城之殿 即是深圳之殿 這個畫很漂亮 黃河 一百元三幅畫 大家買來掛在家裡也很漂亮 日照金山 這裡是什麼 請問 每個走廊都有畫 在這裡的畫 畫完還可以拿回家裡 這些房子也比較有特色 零基礎 在這裡真的超容易擋出路 每一條街都差不多 然後超多間店舖都可以教你畫畫 哇 價錢其實也不是差很遠 我們已經徹底在這裡當食了 大家如果看到有你想畫的東西 就直接坐下算 不要像我們這樣 左看右看 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一開始就會給幾本上寶 選自己想畫的圖 又或者可以在自己的電話裡找圖 那我就選了這一張 跟著它來起稿 同時老師就會幫我們預備顏色 這些就是我把圖需要用到的顏色 用完之後還可以再加 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找老師來指導一下 我怎麼覺得我這個好像太容易了 怎麼畫的那麼美 我看這個也是19塊錢 畫的那麼好 你看那個顏色那麼多好 還有故宮的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人們可以畫得那麼美 這邊還有不同的咖啡店 大家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畫畫 這裡每個人都說他們是第一次畫 但是每個人都畫得超美 我們兩個好像小學雞畫畫 我們剛剛走的時候 看到其實有些人真的畫得很美 問了他們說是因為老師肯教 所以大家要去哪一間的時候 那怎樣去呢 大家可以坐地鐵去到3號線的大分站 如果在羅湖出發的話 坐1號線 在路街站轉3號線 坐到大分站就到 如果在福田出發的話 就是坐10號線 在江夏站轉14號線 然後在布吉站再轉3號線 就到大分站了 不過最方便的話都是坐的士 如果不塞車的話 只需要20至30分鐘 只需要20至30分鐘 到大分站 齡